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哈囉大家好,其實我才是阿菜 據說中國有三寶,人生貂皮烏拉草 台灣馬路也有三寶 呃...我反對 那飛機上呢?也有三寶,到底是哪三寶呢?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親身經驗 大家可能覺得說,飛機上的空姐 非常的幹練,什麼都能做 但其實有20%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自己來幹嘛的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帶腦袋來上班 當乘客還沒有上飛機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就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了 例如說,你的廁所要replanish the toilet 把之前廁所檢查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要補的 你就要補上去 再來整個廚房,整個galley 你要開始倒水啊,把水放在冰箱裡面啊 先準備好 紅酒白酒分配好之後呢 再用乾冰,把白酒的部分呢,chill起來 讓它可以保持冰冰涼涼的 總而言之呢,就是一路忙到各位上飛機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呢 公司在受訓training的時候都會教過 我曾經在飛機上碰過非常非常誇張的事情 那基本上我是先聽到 聽完之後就想說 可以這樣嗎?結果沒想到我自己也碰到呢 飛機上就有一些人 他們特別喜歡指使人做事 一副覺得自己就是阿姐的樣子 呃... 你不是 你不是 再說一次 你不是 OK?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沒有不一樣 我們不一樣 在你們還沒上飛機的時候 我們也要做非常多的檢查 叫做security check 那就是呢,看看有沒有一些異物啊 藏在某些地方 或是一些氧氣啊 它們有沒有到標準值 所以當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就要非常仔細 有一次就有一個跟我差不多的空姐 她就從我旁邊走過去 然後她就說 Honey啊 呃...你怎麼檢查那PTV的啊 PTV就是你坐在第一排的時候 bucket seat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電視這樣拿起來的那種東西 反正電視就只有PTV 醫生就說 你怎麼用你那個PTV的啊 我就說 我就把它拿起來看啊 她說 你有拿起來看是吧 你知道公司要拿起來看的啊 我說喔!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一開始我也沒想什麼 我就想說 喔!對阿!本來就是這樣檢查 但是一上飛機之後呢 她就開始一直叫我做東叫我做西 例如說 Honey啊 你好不可以去台下洗手啊 Honey啊 三個八個哈啊 Honey啊 你去前面那個商務艙 她拿點東西回來啊 欸! Honey啊! Honey啊! 哈囉! 我也很忙好嗎? 你不會自己去做啊! 沒錯!就是有這種人 然後到最後壓到我最後一根稻草 是我們要下飛機的時候 那個時候耳機還是需要回收的時期 我就拿著我的東西 把耳機回收回收回收 然後碰上它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是work to meet 她就把她的耳機帶 整個放在我身上說 阿! 拿去後面 那我就越想越不對啊 於是我就跟她講說 你可以進Galley一下嗎? 我就跟她說 請你不要再一直叫我做動作西好嗎? 這個東西你自己也可以拿去放 你不要再這樣跟我講了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是因為對你客氣 要不然我可不是好欺負的 當我講完這句話之後 她馬上 態度180度大轉變 阿! 不要啦! 哎呀! 我是教你 我心裡想說 我才玩你兩個月而已欸 需要你教我嗎? 然後我就出去收東西了 回來之後我發現她幫我準備了一份 她說 來來來 你們以為只有我碰到嗎? 沒有 飛機上的確 有一票這樣子的人 我就不知道她們到底在幹什麼 是不是這樣會比較有優越感 還是她們想要生殖想瘋了 再來呢 有一位空姐 她在飛機上 然後客人說要喝牛奶 於是她就把這牛奶拿起來 她就看了看了看了非常的久 然後我那個朋友她走過去的時候 她就說 你怎麼了? 怎麼還不到牛奶呢? 呃 這個要怎麼開啊? 這個要怎麼開? 會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小姐這個要怎麼開? 就兩邊這邊打開啊 這個你竟然不會 好 那以上呢 是我朋友自己遇到的 我聽完之後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誇張啊 我都沒遇過 結果沒想到下個月一飛 馬上遇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遇到的那個女生呢 她差不多是比我晚一點點進來 客人好像就是要喝什麼茶 她就把茶泡好了放在一邊 然後我看那個茶已經好了 我就想說 那我幫她送吧 把茶一拿起來 我嚇到 我整個太驚嚇 我想說這是新的技巧嗎? 我一把茶拿起來的時候 這個茶是長這樣的 然後裡面加熱水 然後我就 偷偷把它拿起來 我想說 這個 怎麼沒有打開呢? 當然我自己沒有去 再把它打開 我想說這是什麼方法 於是當她回來的時候 我就問她說 欸?請問一下 這個茶 這個不需要打開嗎? 然後她睜大眼睛看著 我說 蛤? 這個是需要打開的嗎? 不用啊 這直接拋下去之後 它就會有茶了 我說 不會啊 它裡面 應該是要 把它 打開之後 拿出 裡面的茶包 再把它放下去 這個需要我教你嗎? 然後她就說 蛤?是這樣的嗎? 蛤?我都不知道欸 妳好厲害喔 說到這邊你們是不是 不想交空姐女朋友了呢? 最後呢 身為台灣crew 在飛機上應該是非常吃香的 因為非常多的 哥哥們 弟弟們 或是機師們 都非常喜歡台灣人 台灣妹子 因為台灣妹子 講話非常的溫柔 非常的呆 所以他們特喜歡 但這個就引起了 其他國家的 呃... 空姐們 感到非常不高興 我們飛機上呢 有非常多 不同國籍的組員 因為我們前東家 非常 international 所以我們的主要語言 都是用英文溝通 除非呢 今天在廚房 一起工作的人呢 是完全可以全部一起講 中文 一起講廣東話 日文 韓文的組員 要不然呢 都是以英文為主 怕有人聽不懂 所以常常呢 我也會用廣東話 跟他們一起交談 雖然我廣東話 還是破破的 因為廣東話實在太難了 但是我都會盡量 試著用他們語言 跟他們交談 這時候他們就會問我說 Honey啊 欸 你怎麼跟那些台灣妹不同 你不那樣很疊的講話嗎 我說 很疊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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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很疊 其實可能是語言的關係 語調 痛調的關係 所以我們講話會比較柔一點 但我也看過非常誇張的 有一次我好像 飛LA吧 然後就飛到這個女生 她也蠻有名的 基本上呢 說出她的名字 一半以上的台灣crew 都一定認識她 因為她就是疊有名的 然後有一次我跟她飛 在飛機上 我們就要去搬那個飲料 就是蘋果汁流程吃那些東西 我們要從後面搬到前面來 因為我們前面沒有了 所以於是我就衝到後面去 到手刀 然後拿起那個飲料 就像大金剛的一樣這樣抬回來 放在上面之後 我就看到那個台灣女生 她就跟我們的那個哥哥說 嗯哥 我那個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東西很重欸 我沒有 沒有辦法搬過來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幫我 然後哥馬上就說 啊 好窮啊 啊 不該用啦不該用啦 敢買 啊 你等一下幫她一起搬啊 我說 喔好 然後心裡就想說 你講話就講話 你身體有必須要扭成這樣嗎 我想說喔 好吧 那通常我都會給人家第二次機會 可能她只是 當時身體真的很癢吧 當然啦 旁邊的主員看的一定也是 不是滋味 就覺得他怪怪的這樣子 結果好時不時在 出餐的同時 哥哥被叫去商務艙幫忙 然後輪到後面的姐姐 來指導我們怎麼做 終於到了 飛機要下降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去看看 客人還有什麼需求啦 或者是 地上的垃圾有沒有剪乾淨啊 於是她的問題又來了 嗯 姐 我有點想要上廁所欸 那當然姐就回答她說 喔好啊 那不過你先把東西都檢查完 我們現在已經快要回到主員 座位上去坐了 你再去坐之前 再去上廁所好不好 其實那也差不多一兩分鐘的事情 然後她就說 啊姐 不行啦 那個我想說先去上 因為你不知道嗎 飛機下降的時候不能上廁所啊 然後姐就問她說 飛機下降的時候為什麼不能上廁所呢 喔那個 你那時候上廁所就是 我的子宮會下垂啊 子宮會下垂有這種事情嗎 那當然我們都在旁邊的時候 我們聽到就傻眼 我們想說 飛機下降的時候去上廁所 子宮會下垂 然後姐當然也就說 喔那 那好吧你趕快去上吧 姐就轉過來問我說 台灣是不是有這種說法 就是飛機下降的時候去上廁所 子宮會下垂 我想說 我自己也沒聽過耶 如果觀眾有這一類的資訊的話 麻煩在下面幫我留個言 這樣我看看是不是真的 還是我太過漏寡聞了 好啦 三寶就在這邊介紹完啦 最近阿蔡收到很多信件有關於 要如何考上空姐 或是當空姐需要什麼條件 如果你們有很多疑問的話 你們可以寄信到我的粉絲團去 然後把問題整理完之後 下次我會出一支 有關於考空姐的必勝絕技 OK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的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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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人會追求 都用來做了 我的問題 很可愛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